好 剛講到李明星比大牌 妍姐 比大牌的其中一項 當然是要比牌場對不對 這當年我們櫃檯拍秦庸 就殺到大陸的那個濁州去拍 我還去現場採訪 到了濁州 真的是北方 濁州在什麼地方 在北京旁邊 在一個多鐘頭的車程 一個小鎮 然後我就去 看到我們寇世勳大哥也在那邊 還有我們的超級美女 金樹梅 那時候當女一 女二是我們蕭強 那時候蕭強還沒有她那麼紅 當天我們就覺得說要拍一拍 差不多傍晚的時候 他們就備車 備車是什麼 是高晶要坐那個車回北京 我們想說你住北京 你不住濁州嗎 他說不 我一定要住北京 因為我每天有很多事情 因為他那時候有投資 台北有生意 他說每天很多人跟我聯絡 在這邊聯絡不方便 因為那時候通訊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他每天要從北京到濁州 那個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一個來回就三小時 可是全劇組包括蕭強 我還去蕭強房間參觀 他都也是乖乖的住在那裡 寇哥也是住在那裡 只有金樹梅 是要這樣子每天周車往返 而且是很漂亮的保母車 那天還坐著他的車子一趟這樣子 好 比這個不打緊 那你還要比 譬如拍戲 辛苦的 勞累的 危險的 給誰去拍 蕭強去拍 真的喔 因為那時候蕭強女兒 金樹梅大部分都是文系比較多 蕭強在台灣這樣嬌滴滴的 到那邊很能舒服 他OK 他喔 我沒有 我到濁州才知道說 濁州的馬長得有多高大 不是我們這樣 馬很高很大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會試試看 好玩嘛 濁州的馬是你看到你真的會嚇到 我都問寇哥說 這馬怎麼上去 他說要踩著一個人 再踩著一個人服務 才能上 那個馬真的非常非常高大 蕭強就真的要有騎馬的戲 很多很多 他在台灣已經練過 到那邊之後 他的戲因為都是動作戲啊什麼 有一天 真的好死不死 蕭強啪的 墜馬 真的墜馬 摔得不心臉腫 還回來台灣救命 當然就是說還好沒有破象 些微破象 所以你看看 比排場 高晶當然厲害了 那比戲呢 高晶都是文戲 都是跟大王彈琴說愛的戲 然後蕭強呢 因為他演的是什麼武將之類的 就他騎馬打仗 摔得不臉腫 差一點點破象 後來蕭強有講說 今後再也不拍這種 打鬥的戲 騎馬的戲 他說我騎馬要練好 可是我不要再拍這種戲了 而且我不要再去著手拍戲 著手那個馬真的非常非常高大 而且人家都可以回去北京 好好休息 然後每天這樣 他在這邊 其實那個真的是有點 那個地方真的是有點落後 真的是兩個人 那時候的排場 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雖然我們將來 後來蕭強熬成台灣第一美女了 高晶現在也是滿不錯的 只是當時的排場真的有差別 怎麼說第一美女 第一名模 都摔過馬 真的是一個命 不過呢 我不要這樣講 有沒有什麼性別歧視 或者是什麼 但是真的 大家一定都有聽過這種說法 說妳說妳明星到大陸也就算了 男藝人到大陸 很多人不會講說 我要是結了婚的 我到對岸 妳一定會包二奶 小三 會有這樣的事情嗎 影劇圈也有嗎 其實應該是講說 這幾年來大家發現說 男演員到大陸去 幾乎 其實可能選擇性比較多 再來機會也比較多 所以幾乎都是在那邊 會找到對岸的伴 所以我們就常常戲稱說 所有台灣的那個優質男人 全部外銷到內地去了 我們台灣女人要站起來 是不是 吳其龍 可是人家發現就是說 到對岸去就一定會有 另外的紅粉之急 或者會有什麼包二奶 以前的那個用詞 每天朝夕相處 派出時間那麼長 面前就是妳 對 那就是因為 真的沒有對象也很寂寞 所以相對的像比方說趙又婷 還是我們現在後來看到的 馬錦濤 我們真的就是那種 就是很容易爆衝的 這個有名的男演員 到那邊都被那個對岸的演員 吳嘉妮給服飾的 那個好好的 服服貼貼的 然後完全以家庭為主 轉姓 你就怪我們這些人太大女人 而且這個有助教 有助妳明星 扎根大陸市場 因為妳的對象是 一一半是大陸人 妳很直 人家對妳會變認識 對啊 然後最後妳兩邊 我就說